你们这要抓子嘛抓子嘛 你们这里耗子好凶哦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廖西廖八 夜话 我是陶陶 我是Max 那么有一句至理名言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 对 咱们四川出名的有熊猫美食美女美景对吧 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四川人的方言 其实这个夹杂了我们四川人的本地的语言 再加上普通话就非常的逗 可能我不知道外地人能不能听懂 所以今天我们想列举一些非常好玩的四川普通话 来给大家讲出来 也就是所谓的川普 川普 没错 好 那现在就开始吧 那么第一个大家可以来猜一下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句子比较长 你可以稍微说慢一点 对 说慢一点 我先把句子说出来 然后大家后面来猜 然后我最后再揭晓 好吧 什么意思 好 话说有一个四川人 到了北京 租了个旅馆 第二天他发现他这个东西出问题了 然后他就打电话投诉前台 打电话是个小妹 小妹就是我们中文说的美女 小姐姐 他打过去就说 哎 妹子 你们这要抓子吗 抓子吗 你们这里耗子好凶哦 给我杨姐挖个圈圈 我作为一个四川人 我其实有很多词我都没听过 没听过 我估计这个词里面 因为我是成都的嘛 他可能有一些成都的方言在里面 对 没错 就这个话最早我也是从四川闪打的这个评书 李博青那里听到的 当时我听起来真的很逗 但是大家如果听不懂呢 可能就觉得 What 满脸的问号 那我们是等到了最后来跟大家揭晓 对 我们说的这些词或者句子是什么意思 对 嗯 我也是回去 我在老家就想去银行办一个 办一点事情 但是当时因为手续不全 我只有带了护照 然后我去到 那当时因为全国都要求 所有的这种岗位必须讲普通话 那么就是 他们可能大概 并没有好好的学习普通话 所以讲出来都是极具风格的川普 嗯 我去到柜台 然后跟他说 嗯 我想要办一张银行卡 然后说 这个客人 你稍微等一下哈 我再问一下我们的行长 看你这些手续啊全不全 然后 我其实当时忍着没有笑 我大概能听懂他的意思 但是我这个就硬着头皮 要忍住那个想笑的冲动 因为我觉得是蛮不尊重人家 如果我当场就笑了的话 但是当然最后就是 我最后还是没有忍住 就说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我就是下次再来讲 你这个好像还比较简单啊 如果是外地人听了 可能还能猜到是什么意思 但是就是因为我本身不讲川普 嗯 然后我又觉得川普是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 如果你实在讲不好普通话 其实大家都是四川人 都在本地 你就没有必要非得要这样去弄 嗯 好吧 那我再讲一个 我之前在商场看到的一个情况啊 然后当时有个顾客 他呢应该是个外地人说普通话 然后柜台的这个小姐 她是一个四川人 很明显的四川人 嗯 然后当时她就在这看那个衣服 就在问这个柜台的这个小姐啊 说你这个运动裤到哪个位置啊 好 那个小姐就说 哦 这个运动裤啊 刚好到凯西腾 我当时就看到这个顾客啊 一脸就像凯西腾 他看了一下什么 怎么是凯西腾 好 他接着说 哎呀 这个裤子巴斯安逸得很喽 然后那个哦哦哦哦哦 我估计他当时根本就听懵了 不知道什么意思 凯西腾 你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凯西腾吗 还有巴斯安逸 可能大家有听说过 但你要说具体什么意思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估计 嗯 但是四川人大概都能听懂 对 而且其实你别看四川人 大家都说四川话 嗯 其实不同的地区 它有一些东西的称呼 还是有区别的 嗯 你比如说我当时跟你讲 你帮我把那个称分拿过来一下 称分 嗯 然后就 啥就是称分 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对 就好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洋简 我也没听懂是什么 因为四川的普通话 那个四川的方言它也分的 嗯 也不是说所有的方言都一样 嗯 对 称分我真不知道 大家猜猜称分是什么 我再来说一个逗的啊 当时有一个外地人 跑来跟我问路 嗯 他说 诶 请问你们这个天府广场怎么走 然后我当时就说 哦 天府广场 好走 这儿往前头走 然后呢 迪龙倒拐 就拢了 嗯 可能也能猜出来一点点 因为毕竟现在 成都算是中国比较大的城市 比较发展比较好的城市 但是当时那个人 迪龙倒拐 他还是反应了一下 你不好意思 你再说一下 我说 哦 我就跟他指了 我就不要跟他说迪龙倒拐 我怕他还是听不懂 然后我后来实在看他 不知道怎么走 我就带他去那个地方 嗯 而且这个迪龙倒拐 我感觉还是比较偏向于成都话一点 其实我认识你之前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迪龙倒拐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嗯 其实我还是想讲一个 你刚刚一直在讲的一个川普的一个词 你说 就是 嗯 我原来看过一个小品嘛 嗯 他去北京也是去北京看医生 哦 去看病 然后去到那呢 他就跟医生讲他怎么怎么怎么样 然后医生就说你接着往下说 然后他就听成了说 然后他就一直往下说 他的身体就往下这样 对 往下挪 挪动 然后你刚刚就刚刚讲了 大概两三个还是三四个这个说 哦 接着说 接着说 好 我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叫段子吧 小段子 嗯 也是有一个四川人到了北京啊 嗯 去买东西 等一下我发现一个问题 嗯 四川人特别喜欢去北京 北京 对 因为北京是首都嘛 而且北京人是普通话算比较标准的 对 这个就凶了哦 哦 当时那个四川人 跑到那个厂厂去问那个小妹 说 哎小妹 你们这儿有没有火炮卖哦 哦 我当时那个小妹也听了以后 马上就 哎呦紧张得很 火炮啥子火炮 嗯 可能有些四川人啊 他没有学普通话 到了北京买东西 真的需要翻译呢 我觉得 嗯 还是 还是我刚刚讲的 嗯 我其实 你不是说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火炮是啥 嗯 好吧 我会以为是我们上次讲那个 呃 燃烧的那种鞭炮的 对 鞭炮的一种 广耳使 你也不知道 哦 好吧 行那 可能因为我不太 我不太算地道的四川人 你的四川人呆的时间不少 对 太太少了呆的时间 行吧 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揭晓吧 嗯 好 第一个 嗯 挖子嘛 挖子嘛 你们这耗子好凶 我给杨检老婆去去 这意思就是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呀 你们这的老鼠太厉害了 给我的香皂或者肥皂 咬了一个缺口 大家能猜到吗 可能能猜到一点点吧 哼 杨检 耗子可能全国也有在说吧 差不多是 挖子嘛 挖子是很 地道一个四川方言 对吧 爪子嘛 我们四川话也会这么说 嗯 但是用在普通话里 真是有点好玩 有点奇怪 杨检 挖过 确确 挖过 其实就是咬的意思 确确 就是个缺口 对 我们不说缺口 就是说 有点像装可爱 装可 挖过 确确 对 好 那你来解释一下 称分 称分就是 雨伞 你们能听到吗 因为它是称起来的 称分 分呢 为什么是 分这个我就不好解释 因为它其实就是四川话的一种 然后 我理解的大概就是称起来的一种布料 OK OK 它可能就是很地道的当地的一种方言了 嗯 对 好 我现在揭晓下一种 卡西腾 其实带个西字会不会是膝盖啊 你这么快就揭晓了 因为我笔记四川也都 卡西腾 腾 就是膝盖 对 卡西腾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用卡西腾的形容膝盖啊 波伦盖 那就插得远了 盖 一个是盖 一个是西 对 对 对 这个其实如果不解释 我估计很多人是猜不到的 嗯 那再来就是迪龙导拐了 迪龙导拐啊 迪龙导拐 可能大家能猜到就是应该是这种方向类的吧 对吧 迪龙 迪龙的意思就是走到头嘛 走不动了 走到头走不动了 龙 龙的意思在四川话就是底 就是到头的意思 倒拐就转个弯 明白吗 那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迪龙是倒右拐还是倒左拐呢 对 这个就没有解释清楚 这你可以说迪龙倒右拐 迪龙倒左拐 对 迪龙倒拐就好像没有方向 可能是单边的 他可能就是他知道那个地方只能倒一个方向 哦对 他只能比如说只能右转 对吧 迪龙倒拐嘛 迪龙了他只能倒那边拐 对 我还说了一个什么后面加了火盆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 缩刚刚 呃 管而死 啊对 对 这个火盆在我们四川话里面其实就是内裤 嗯 哦对有些时候他们说是遥裤 嗯 遥裤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其实遥裤就是腰裤 嗯 腰上的裤 对腰上的裤子 所以所以 但四川人发音呢 他这个音调有点不一样 就遥裤 嗯 这就是腰裤了 嗯 对 光而死呢 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这种土豹子 土豹子 土豹子 你啥都不懂 就光而死 就土豹子的意思 知道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往下缩 刚才我们好像也提到了 嗯 其实就是往下挪动的意思 对 不是说让你往下缩 其实那个医生是往下说 嗯 但是因为四川人他平翘舌不分嘛 对 平翘舌不分 你一个来说往下缩 他可能就往下缩 他就往下挪动 哈哈 对 往下说就是继续介绍的意思 继续说的意思 嗯 就你比如说我们叫那个滑滑梯 我们叫缩缩板 缩缩板 往下缩下去嘛 缩下去 普通话应该是滑下去 嗯 对吧 滑滑梯 嗯 那今天其实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奇怪的 然后比较好玩 又没什么用的知识 哈哈哈 但是好玩 乐一下就好了 对 而且如果你get了这几个词的话 可能你到了四川去玩 你大概就能听懂一些东西 对 四川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 我真的介绍大家去玩啊 对 如果有机会的话 请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美食美景美女 对吧 各种好玩的东西 是 嗯 行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好嘞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好 拜拜